娘,就让他们喝一口吧 你不让喝,他们就会一直缠着 我看也是,干脆啊,每人倒一口 喝完也不许炒着药了 这,那行吧,就一口 先帮我倒 瞧你好奇的 哇,好好喝,好甜啊 啊,真的好甜,好好喝 嫂子做的就是好喝,好甜呢 啊,太好喝了吧 就是不会喝的 一群小兔崽子别得寸进尺啊 要不是你嫂子求情 这一口你们都没得喝 有喝的就知足吧 好了,你们喝过酒就行了啊 小孩子不要谈杯 这酒喝起来甜,但是后劲很大 你们赶紧吃饭啊 赶紧吃饭吧,有蒜苗炒猪肉呢,很好吃 一家人喝酒的喝酒,吃饭的吃饭 天刚茫茫亮,李小七就醒了 赶紧起床收拾一下,把之前藏好了的大理丸揣怀里 就去火房洗米下锅烧火了 等粥煮熟后盛起来,李小七赶紧扔了四个大理丸 家里八口人分两次放就行了,大理丸的颜色更浅,没有洗水单的神,所以多放点没事 媳妇,你起那么早干啥啊,晚点煮粥也没事的,实在赶不及就在镇上给他们吃一顿就是了 没事,反正我醒了之后也睡不着 再说了,自己做的早饭还是更好吃的 你赶紧洗漱一下吧,我先端菜过去,马上吃饭了 哎呀,我今天起晚了,小七竟然把早饭都做好了 娘,偶尔晚睡没关系啊,我有时候不是也会睡晚吗 等我起来娘也把早饭做好了呢 哎呀,就你嘴皮子利索 很快一家人都坐着吃饭了 家里卤肉没了,我想去上山看看 若是能烈到大家伙,也好再做一些卤肉 小叔子们可以带去私塾吃 我和媳妇一起去吧 这前面,一直家里就忙得停不下来 你们缓过劲了 我不累的啊,娘,不需要缓缓 那随你们吧 等吃好饭,叶一鸣送几个孩子上私塾 叶寒和李小七又上山了 李小七这次上山可不仅仅是为了肉 还为了找个借口把蛮牛放出来 两人很快来到深山 我们再往前走走吧 还是别走那么远,那边我很少去了 听说那边有老虎和熊虾子 没事的,你以前不是去过吗 不过你先等我一下,我先去方便一会儿 那你去吧,就在那边好了 不能走太远啊,这深山很危险 远了我怕找不到你 好,你就在这等着我 走到草比较高,比较茂盛的地方 叶寒一只能远远地看见头顶 一蹲下就看不见了 媳妇儿别再走啦,就在那解决 好,我就在这儿 巴布,看进扫描附近 看看哪里有这档雾的,我让蛮牛出来 巴布,看进扫描附近 看看哪里有这档雾的,我让蛮牛出来 好的,主人 右手方向一百米处,有一个深坑 你把蛮牛放在那儿去 然后让它自己出来 蛮牛,听了没 知道啦,主人,我会跑去你们的前头的方向 让你们发现我 OK,就这么说定了,我用意识控制你过去 李小琪说完,就想想蛮牛出了空间 顺移进入那个深坑趴下 然后李小琪假装解决完了 赶紧跑去找叶寒 两人又继继续往前走 小蛮,你朝我前头去 知道啦,主人 李小琪和叶寒两人继续朝前走去 当走到一片比较开阔 清草阴阴的地方后 叶寒瞬间拉起李小琪躲了起来 媳妇儿,好像是头牛 牛?那怎么怕啥?出去呗 啊,好,我看了一下 好像没其他动物了 两人直接从草丛里出来 这时蛮牛也发现了叶寒和李小琪 蛮牛一走到这里 却觉得这里很好 空旷,还有好多野草 虽然也很好吃 但好像跟空间都没法比 真的是头牛啊 媳妇儿,小心 这牛好大呀 而且颜色跟咱们家的也不一样 好像还没有攻击性 还是小心点 这牛看着挺温顺的 就是不知道是谁家的 竟然放这里 这样的牛也没见谁家有过呀 估计就是生活在这深山里的 叶寒伸手想摸一下蛮牛的头 蛮牛立刻字牙 用两根尖尖的牛角想顶叶寒 贝李小琪一句呵斥声 竟然停下了攻击的动作 叶寒惊呆了 也快要吓死了 有点没反应过来 刚刚还无比温顺的一头牛 竟然会像狼一样字牙 还用牛角想撞人 说明这牛绝对不是别人家养的 因为野性未除 但媳妇的呵斥声 她竟然能听懂 而且还就是听了 小娘娘 我们碰上你 咱们也算是缘分对不对 你可不能攻击我们 我们可以带你回家 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一份子了 好不好 叶寒无语了 觉得媳妇太天真了 牛怎么能听得懂人话呢 可是为什么打脸打得这么快 谁见蛮牛把自己的头朝下点了点 这头牛竟然朝着雷小琪点头 那我们说好了 我带你出去 你以后必须听我的 我就是你的主人了 没有得到我的命令 不许攻击人 听到没 蛮牛又点了点头 还像马一样打了个响鼻 后脚踢了踢 貌似很高兴 叶寒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这牛成精了 怎么会听懂人话 而且还听媳妇的话 叶寒有点不相信 也想试试 媳妇 能让我试试不 可以啊 她很乖的 牛 啊 牛 你以后也要听我的啊 我也是你的主人知道吗 蛮牛没理他 听见没 这次蛮牛直接一甩头 把他宝贵的头颅扭一边去了 哎 这牛咋回事啊 这是不想理我还是咋的呀 小蛮 不可以这样 你也回应一下我相同才行 否则他不答应你跟着回去了 好的 主人 你答应我也是你主人 我就带你回家去 以后啊 也得听我的 当然 媳妇的你也要听 答不答应 他就不信邪了 搞不定一头牛 蛮牛终于点了点头 还打了个响笔 媳妇 你看他点头了 他真的听得到我们说话啊 嗯 我觉得他挺好的 咱们带回家吧 我很喜欢他 好好 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咱们先带回家 管他谁的 以后找我我也不愿 这就是我家的牛 那咱们给他取个名字吧 取名字 取啥名啊 哼 你个呆子 我就要给他取名字 以后就叫小蛮 你有意见 没 没意见 媳妇说啥就是啥 以后啊 就叫小蛮 小蛮牛 哈哈 就这么说定了 那咱们还去打猎吗 是啊 带着小蛮一起去 小蛮啊 你跟着我们 我们去找猎物 蛮牛点了点头 随后一行 两人一牛 就开始狩猎了 八卜 拿起扫描 哪里有猎物 好的 主人 左手方向 五十米 有大火 而且 正朝着你这里走来 咱们等一下 先观察一下周围 我总感觉 附近应该有猎物的 是吗 可我没听到什么声音啊 我们再观察观察 最后李小七 侧耳倾听 叶寒也是 还真让叶寒 听到了动静 在那个方向 我们去看看 叶寒指着一个方向 拉着李小七就走 李小七知道 就是刚刚八步说的地方 两人赶紧走去 随着越来越近 听到的动静 也越来越大 在一处长得比较 稀松的杂草处相遇 叶寒和李小七 竟然发现一头熊虾子 为什么叫一头熊虾子 因为这头熊的 一只眼睛瞎了 李小七估计 肯定是被猎人 伤了眼睛 所以眼睛才瞎 熊虾子看见叶寒和李小七 十分的气愤 整头熊 就像排气扇一样 呼吱呼吱的 媳妇 你快藏起来 我来对付它 你能行吗 咱们赶紧跑吧 我能行 媳妇 你绝对不能问男人 行不行的 知道不 好吧 我先躲远一点 男牛 你去帮我相公 一起对付熊虾子 好的 主人 这虾属有啥好怕的 你牛 你上啊 那你就瞧好啊 你来干啥 赶紧带着媳妇跑 蛮牛一脸不在乎 觉得夜寒若报了 简直不堪一击 大步朝熊虾子走去 熊虾子看见蛮牛的第一眼 就是有点怕 然后蛮牛走得越近 熊虾子越怕 这咋回事 我咋怕一头牛 这不可觉 太离谱了 眼看着蛮牛就要逼近 熊虾子干脆豁出去了 立马攻击蛮牛 当熊虾子冲过来的时候 蛮牛一把用牛脚撞上熊虾子 一甩 熊虾子竟然被甩出了天际 夜寒看着这俩货的打斗方式 惊讶了 蛮牛这么厉害 然后哼的一声 熊虾子过了几夕才摔在地上 然后李小七和夜寒发现 熊虾子不动了 这 这就解决了 死了 看着倒地不起的熊虾子 觉得这头牛也太彪悍了吧 他是怎么做到把熊虾子甩那么高的 蛮牛看着夜寒这蠢货 得瑟得不要不要的 人类真蠢 当然 除了我主人 小蛮你好厉害啊 回家奖励你卤熊肉吃 蛮牛开心地朝李小七点点头 夜寒猛逼了 这样也行 这头牛是什么牛 牛不是怕熊的吗 就算打也是打不过的吧 家里的那头黄牛 绝对打不过这头熊虾子 这牛绝对成精了 相公 愣着个蛮 赶紧把这熊扶到小蛮的背上 咱们回家去了 李小七说完 就和夜寒两人一起把熊虾子 弄到小蛮的背上 夜寒觉得自己的力气突然间变大了 蛮牛一脸不屑地瞧了眼背上的虾熊 拖着跟在李小七和夜寒身后下山了 哇 这是什么 熊虾子 哎呀 夜寒逮着熊虾子了 还真是熊虾子 哎哟 这都多少年没见过这东西了 夜寒 你厉害啊 竟然能把这货给弄回来 狡献 全是狡献 夜寒觉得自己没脸说了 能说这熊虾子是这头牛猎杀的吗 不能 所以这锅只能自己背了 否则 媳妇喜欢的这牛就得被当成怪物 你这是什么牛啊 咋不一样呢 大家都散了吧 我们要回家了 你看都正午了 大家也赶紧回家吃饭吧 夜寒无奈 被村民围着也没办法走了 都叫夜寒赶紧讲打熊虾子的过程 夜寒真是要头突了 这熊又不是他打的 咋说呢 所以赶紧转移话题回家去 也是啊 你不说 我都忘记我早就饿得肚子咕咕叫了 大家赶紧散了吧 让人家回去吃饭去 村民们觉得也是 就自动让开 夜寒等人就朝着家走去 娘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赶紧 这 这是怎么弄到的 娘 这下等一下再说 我爹呢 你爹在后院呢 他爹 他爹 赶紧出来 来了来了 马上就摘好了 哎哟 吓我一跳 好家伙 竟然得了这么个大家伙 没伤着吧你们 我们没事的啊爹 哎哟 赶紧弄起来 让我好好看看 好家伙 真重啊 估计得有三百多斤吧 不知道 反正比上次弄的大野猪还大 要不 这熊一半自己吃 一半卖了 嗯 我看行 但若是要卖了 就得等只装进去 跟买家说好 处理后咱们分一半 剩下一半就卖他们了 还等啥呢 赶紧吃饭吧 吃完饭 我和媳妇去行为了 我还有个汤 马上就能吃饭了 就这么说定了 李小琪把蛮牛牵到黄牛身边 以后这黄牛就是你的伴儿了 你可不能欺负他 蛮牛看了一眼黄牛 一脸不屑 这黄不拉鸡的也太弱了 毛都这么短 之后才朝李小琪点了点头 听说 你刚好在啊 我正有事找你呢 小琪丫头来了 你可是好久没来我这儿了 是呢 这不今天就来了 还给你送了个大货 哦 什么大货呀 我 我 好家伙 还真是个大货呀 你们运气还真好 他这酒楼最近眼味都少了 就只能收一些野鸡野兔的 大货一个没有 这真是及时雨呀 赶紧上乘 岳叔 这熊瞎子稀罕吧 那肯定的 我都好久没收到大货了 还是你们有本事啊 过奖了 不过我们也挺稀罕的 这不就想着这熊瞎子不全部买 想留着一些自家吃 你看岳叔能 这没问题 要多少 要哪个部分 你说 你看看能不能卖一半 我们自己留一半 钱你可以少算一点 你要留一半 吃得完吗 就是想做一些卤肉给我小叔子们带去学堂吃 少了也不好弄 这样吧 你们拿回去两个熊掌 再加十斤肉 剩下的 都是我的 赶紧算高价 行吧 行吧 就这么着 好嘞 一共三百二十斤 还挺肥大的 这熊肉比较贵 而且熊掌是分开卖的 熊掌更贵 我先叫人啊 把这熊先处理了 等下把熊掌砍下来再撑 好 叶涵和李小七就在等 岳掌柜安排人手处理熊瞎子了 不到三刻钟 岳掌柜就来找了 咱们去结账吧 两个熊掌一共八十两 另外剩下的肉啊 就算是 二百三十斤吧 就两百三十两银子 合计三百一十两银子 你们算算 岳叔 这样的话你可要吃亏了 李小七知道岳掌柜让利了 有点过意不去 毕竟三百二十斤是毛重 你放心 我可吃不了亏啊 那熊皮是个好东西 说不定我还能多赚 你就拿着吧 那行吧 不过啊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们讲 那番茄和辣椒 在府城又有人在卖 不过量不多 估计啊 却有一杯了 你们想想看 你们村里面谁的行迹比较可疑的 岳叔 确定是我们村里流出去的 不是别的地方也有 按理说不应该啊 我们村长安排了人质业守着的 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村民的眼皮子底下 大家都宝贝得很 应该是没办法偷摘出去卖的 而且村里也没有听说 谁家有人不在家的 这 目前怀疑的对象啊 就只有你们村了 其他村还没有听说有番茄和辣椒的呀 相公 艾小敏和他大哥在家吗 艾大饼在家啊 艾小敏我不知道 会不会是艾小敏啊 不会吧 他一个女的 怎么有胆子去偷摘番茄和辣椒 肯定会被发现的 哼 这可不一定 上次他不就有胆子吗 再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 为了钱壮胆也不是不可能 但肯定有帮手 否则不可能恰无声息的 媳妇儿 你这么说好像也有点道理 要不回去咱们试探一下 艾小敏是不是在家就知道了 月叔 这事儿等我们回去求证才能知道 而且这事情还需要调查 我知道 若是有什么事情 尽管找我 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 好说 那我们先走了 两人赶着牛车朝出阵的方向 一路上查查看 看一下能不能找出蛛丝马迹 现在才未时末 李一叶凯等人下私塾还早 两人出了阵 正想找人问问前几天 有没有见过艾小敏模样的人出阵过 就看见前方有一辆马车 朝着李小七这边的方向驶来 马车 我还是第一次见过这么高档的马车呢 我也是 这个一般都是富贵人家才有的马车吧 咱们镇上可没有这样的 很快 马车就到了叶寒两人的面前 你们怎么回事啊 没干净我们过来 赶紧把牛车赶到一边去 别挡道 你怎么说话啊 叶寒本来是要过去把牛车赶到边上去一点 方便马车通行 但听到对方说话与其这样 就不想赶了 不让到了 这样也能过 只是很考验车夫的技术而已 就这么说话 赶紧把你那破牛车赶一边去 别耽误我事 为什么是我们把牛车赶走 不是你们把马车赶走 我们正准备出去呢 你不也是挡着我当了 嘿 小娘屁怎么说话呢 明明就是你们挡道 再不赶牛车 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骂谁呢 信不信我揍你 好啊 打就打 谁骂谁啊 好了 别闹了 这是 这是爱小米的声音 马车里竟然是爱小米 竟然是你 你怎么出阵了 这时他百分百相信媳妇说的了 爱小米肯定是偷摘了番茄 去府城卖 叶寒哥 我出去办点事 再说 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 你们就让让呗 我还赶着回家呢 哼 停了没啊 这女人绝对是村里的叛徒 绝对是她 哼 我又没跟你讲话 我跟叶寒哥讲话 关你什么事 你跟我相公讲话还不关我的事 可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马车可以过 只要车夫技术过硬 这么宽的路会过不了 过不了只能说明 不配赶车 技术太差 叶寒哥 你咋这样 哼 咱们走 小心点就行 随后 车夫上了马车 赶着马车还真就过去了 真是多此一举 早这样都好 不过直接过去了 就发现不了艾小敏出过阵 而且还坐着这么好的马车回来 绝对有猫腻 媳妇 你说的真对 这事不简单 咱们把这事告诉岳掌柜去吧 剩下的就让他去做了 我们把这线索给他 现在就去 李小七直接上了牛车 叶寒赶着牛车 飞快地朝着秦卫楼去了 之后李小七和叶寒到了秦卫楼 把这事跟岳掌柜一说 岳掌柜立马想到了事情的关键 立马派人在出阵的必经之路 跟着那辆马车 必要时抓了车夫询问 李小七和叶寒从秦卫楼再出来时 已经快生死中了 两人赶紧赶着马车去私塾 娘 我们回来了 哥和嫂子今天猎了一头熊呢 这还用你个调皮鬼说 我也早知道了 饭煮好了 就差炒菜了 娘 其他菜就别弄了 晚上菜挺多的 秦卫楼掌柜还送了菜呢 我再弄个熊掌吃就是了 好 这熊掌是炖着吃吗 晚上弄一个炖烤熊掌 留一阵明天吃 明天去弄一个野鸡回来 做一道特别的菜给你们尝尝 那感情好 我等着吃了 我已经等不及了 好想吃 我也想吃了 我也想吃 我这辈子还没有吃过熊掌呢 你也太搞笑了吧 你这辈子才活了几年 才六年就能说这辈子了 你要笑死哥了 一家人都被逗笑了 笑得嘴疼 一天又这么过去了 等李小琪一觉醒来 大概银食出 李小琪看印寒睡得很熟 立马进空间了 这次咱们去小山峰吧 主人 你终于还记得小山峰啊 你都多久没去了 算来算去 也就只去过一次吧 幸亏您老今天又记起来了 说话阴阳怪气 小心我揍你 这不是没时间吗 我那么忙 哪有时间天天去小山峰啊 走吧 少废话 李小琪想象自己到了那个温泉山洞门口 里面的守护兽没回来吧 还没 那就行 我还是先去泡泡澡 他看见冒着热气的温泉立马跳下去 还别说 真舒服 暖暖的水浸泡着 一下子就去除了疲劳 整个人都精神很多 李小琪只享受了不到一刻钟就起来了 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八博 扫描一下 哪里有高级野兽 是 主人 不过找他干嘛 上次不是说签约一只高级守护兽 那咱就早日完成任务呗 来小山峰的目的就是这个 主人 你终于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了 我以为你忘了 少废话 赶紧干活 别耽误时间了 是 主人 之后八博马上扫描 发现隔壁那座高一点的山峰有高级野兽 八博把扫描情况告诉给李小琪 李小琪顺移去了隔壁小山峰 应该就是这附近了 我先找找 主人 不用找了 他就看着你呢 我看见了 八博 这是麒麟吧 嗯 他会攻击我 有可能 行了 问了也白问 李小琪决定还是自己亲自上阵 收服这只麒麟 嗨 麒麟眼兽 你好呀 玉麒麟没回答 只是继续看着李小琪 玉麒麟 你好呀 你好 麒麟说话了 跟我打招呼了 你好 接下来该怎么办 难道直接说我想要收服你 跟你七约 不行不行 肯定会被踹飞的 你刚才为什么不应我 因为你叫错我名字了 而且我不是野兽 我是神兽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你的名字就是叫玉麒麟 嗯 还真是会打正着了 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吗 好朋友 好朋友是什么 好朋友就是可以跟你同甘共苦 不计较厉害得失 可以和你谈心的人 在你伤心的时候 他可以安慰你 包容你和为你打抱不平 原来是这样 你是人类吧 人类可以和神兽结为朋友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七约魂兽 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当然你有拒绝的权利 你想契约我呀 为什么 我需要一只高级魂兽 帮我守家 帮我种田 辅助八部照料空间的一切事宜 也就是一个守门的 或者是保姆 你竟然真像了 真不会是一七零啊 不能这么说 守门也分很多种 我需要的是高级帮我守家的 可不仅仅只是一个门 所以任务很艰巨 只有有能力的魂兽才能够办到 保姆就更提不上了吧 毕竟你自己也能得到好处不深 反正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轨迹 你可以先考虑 下次答复我也行 我先走了 不需要 啊 我的意思是不需要等下次 我现在就可以回复你 啊 那你说吧 我准备着 我答应给你签订契约 但我有一个条件 说 不能勉强我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而且 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也不做 当然 我也是这样的 那就行 李小七高兴的 在自己手指头上咬一下 把血滴在玉麒麟的头顶处 很好 一人一受 就契约成功了 玉麒麟 你为什么愿意跟我契约啊 因为你是这个空间的主人 若是我不同意 只要你强硬 用意识控制我 我一样逃脱不了 所以 选择同意 就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 我有不答应你的理由吗 原来是这样 玉麒麟你真聪明 那咱们合作愉快 以后就是好朋友了 麒麟也是一脸的享受 感觉跟自己的主人契约后 就会有一股 很温暖的生命 力包裹着自己 玉麒麟很惊讶 但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现在跟我下去吧 咱们下山去 主人 你如果想要快点下去的话 可以坐背上 我带你下去 很快的 啊 你带着我还能很快下山 会不会把我颠散了呀 那我还不如用顺移的呢 试试呗 你会惊讶的 行啊 那就试试吧 只限玉麒麟瞬间张开翅膀 竟然飞了起来 李小琪惊呆了 嘴巴成了欧形 一脸呆滞的看着前面不断倒退的树木 那么 这是有翅膀的玉麒麟 是的主人 不过一般是没有的 但因为我在升级中获得了飞行功能 所以才能长出翅膀进行飞行的 平时不飞行时 翅膀可以隐形 啊 原来是这样 这也太逆天了吧 虽然你平时吃草的 但是这个玉米应该也能吃吧 吃的 那你吃着 这栋别墅就是我要你守的家 你只要看住就行了 我有事要出去了 嗯 好的 李小琪听到玉麒麟回答 就赶紧转身出了空间 竟然发现夜寒没在床上 完了 这次是要被发现了吗 媳妇 你在房间里啊 我以为你不见了 你上哪儿去了 嗯 我上盲房了 我去盲房找了 你不在啊 上完盲房我去后院了 后院你找了吗 后院倒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在后院找我 我就在后院啊 刚回来看见你不在床上了 正准备出去找你呢 原来是这样 吓死我了 媳妇 大晚上的 你去后院干什么 哪里有人不睡觉 大晚上去后院菜地的 我去观察蒜苗去了 这不是听说咱们家的蒜苗 种植的早 还长出来了 咱们还都吃上了 但是小沈家的蒜苗可没长 这步我就观察一下 植物碗上的生长情况 研究研究 原来这样啊 媳妇 你咋像个小孩子一样 那么好奇呢 好奇这些人间有之 却不允许我有啊 哎 行 媳妇好奇一下也正常 现在还有一会儿才听了 咱们再睡会儿吧 嗯 好 之后两人又回去睡觉了 虽然李小琪向意涵解释了 但是意涵内心还是无比的慌乱 就怕媳妇跑了 媳妇 咱们什么时候远房啊 啊 哦 这个 这个 水到渠成就行了吧 那我觉得 现在就是时候了 哎 慢着 什么现在就是时候 我同意了吗 媳妇 芳儿 最起码也要等我吉吉之后吧 现在这个身体还是个小女孩 连魁水都还没来呢 咋能远房 李小琪觉得不行 绝对不行 反正离吉吉还有好几个月呢 以后再看 好 那我再等几个月 我现在起来做早饭了 反正睡不着 随后就起床穿衣裳了 叶寒也跟着起来了 两人一个烧火 一个洗米下锅 当然 烧火的是李小琪 洗米下锅的是叶寒 因为叶寒觉得现在出秋了 早上寒气重 自己媳妇还是少碰冷水的好 两人煮粥 做早饭 很快就弄好了 等家里其他人起床 早饭已经摆在桌上了 咱家应该把小龙虾捞起来卖了 上次也跟月掌柜提过一嘴 他们久了会收 那就今天吧 先捞一个池塘的 行啊 告诉你小叔一声 也准备准备 这个季节 虽然吃小龙虾的旺季过了 但是架不住池塘里的小龙虾肥呀 一个一个的那么大 有空间灵泉水养着 只怕味道比之前的更好 那吃完饭咱们赶紧准备吧 小的放回池塘 大的就捞走 先把水放干一些 否则很难抓的 我都看见大池塘的小龙虾都很多了 幸好最近喂的勤快 否则小龙虾要爬山岸去 我吃饱了 我先去准备东西 这小龙虾好肥呀 真大个儿 比之前在河里捡的大了一倍不止 快要成精了吧 吃得好自然就长得好 小叔 你家的也不会小 也有这么大的 估计没有 比你这个小点 不过我也满足了 很快带去的八个贝勒都捡满了 六个铜 也装满了 真是大丰收啊 大伯 这都装不下了咋整 这个大网拿去装 好 很快 几人就把上岸的小龙虾捡得差不多 同时也没有装的东西 带来的都装满了 你去淹水下来 好的媳妇 我先回去赶牛车了 你们在这看着 等叶一鸣赶来牛车 刚好叶寒也淹水下来了 你跟小七啊 把小龙虾送去前卫楼 快去快回 你小叔家的池塘更大 估计贝勒不够 肯定还等着用我们这些贝勒呢 好嘞 爹 叶寒和李小七两人又上了牛车 赶去镇上了 然后其他人又去叶长青家拿了贝勒和桶 准备把他家的池塘的小龙虾也抓了 两边都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岳叔 你去哪儿 你俩来了 这是 岳叔 我们送小龙虾来了 小龙虾啊 我还以为你们要明后两天呢 那赶紧的进来 先打撑 好 这次的这么多呀 嗯 不仅多 还贼美 哎呦 这小龙虾可真大 比之前的大很多呢 挺好的 挺好的 还有没有啦 有的 等一下回去咱们还会打撑 我小叔家的池塘今天也抓了 估计比我这多 嗯 这么多 吃得下吗 吃得下 我就怕不够啊 不怕量多 我下午就送去府城 这里只留一部分就行 啊 那就好 下次需要的时候你再支柜我们一声 我们再打撑 嗯 好 掌柜的 账机好了 总共八个贝勒 六个桶 还有一个鱼网的 都打过撑了 好 那咱们来算一下钱吧 好啊 重量一共是一千五百斤 三十万钱一斤 总共是五十二两五千银子 给你整数吧 五十三两银子 可行 好 谢谢岳叔 来得真及时 赶紧捡 太多了 都爬上岸了 哎呀 没想到捡小龙虾还是体力活 真累啊 那可不 大哥 我看你一点不累啊 那是 我精力充沛得很好着呢 你这小龙虾虽然没我的大 但神量多我一倍啊 嘿 我这池塘不是更大吗 想当初就这一个池塘 我就放了四五杯楼的虾苗呢 放这么多 难怪啊 呀 叶寒回来了 赶紧吃饭 都要饿坏了 小苏呢 他就还牛车了 马上就回来 赶紧吃饭 饿到现在 饿得不行了 这是岳掌柜送的烤鸭 每家两吃 哎哟 这掌柜的还这么客气啊 吃 行为楼的烤鸭可是一绝啊 那个喷香劲啊 我都要流口水了 你还别说啊 这岳掌柜是个做生意的好手 那是 否则人家也不可能成掌柜的了 小苏啊 去把院门关了 咋的了 就要关院门 一回来高兴 竟然忘了银子的事情了 你们猜 今天小龙虾卖了多少 哼 我还以为啥事呢 三十两应该有的吧 毕竟那么多小龙虾呢 不过 三十两我觉得已经挺多的了 你就别打雅迷了吧 赶紧说 还有吃饭呢 九十七两三千 啊 多少 九十七两三千 人家掌柜的给凑了整数 九十八两 不过 背篓没有拿回来 大哥 等一下你家的背篓 我拿钱给你 哼 我稀罕你那点钱 几个背篓 我一天就赶出来了 还要你给啥子钱吗 叶饶是已经接受了 家里卖小龙虾真的卖了九十多两银子 下次再卖一次 那不就有一百多两了 大哥 人家阅掌柜算了钱的 只不过我先拿着了 这不得给你吗 那能有多少铜板啊 自家兄弟别吹计较那么多 别给了 只不过几个背篓 上山砍点竹子回来 一天就搞定了 小叔 别给了 我想问大家还吃饭吗 对 吃饭吃饭 吃完饭 我还有数银子呢 他小叔 你这表情 当初跟我们那时候可真像 我们第一次卖小龙虾 还有 第一次卖番茄 辣椒的时候 第一时间也是想着数钱呢 哈哈 还真是 大家边吃边聊 都饿了 彭氏招呼着 于是大家一边聊天 一边吃饭 吃完饭后 等咱们下山 去山上竹林 砍竹子回来吧 早点把背篓编织好了 下次抓小龙虾的时候 就能用了 嗯 是这么个铃 等一下就去 我能一起去吗 当然可以 这有什么不行的 媳妇 我也会去 你等一下跟着我就好了 嗯 好 瞧着想两口 怪你的蜜一般 又甜又稠的 你可打住吧 可别再说过分的话 我家小七脸皮薄 呵呵 你看 这当婆婆的还护上了 那可不 小七在我们家可是宝 嘿 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侄媳妇 在我家也是宝 可不止你家的宝了 哎 你还抢上了 哈哈 嫂子 我跟你说啊 小七以后肯定不止你一家的宝 或许会成为全村的宝也说不定啊 就你看 现在卖番茄和辣椒 全村已经把你家当宝了 若是知道这一切功劳都是小七的 那小七不就是全村的宝了 哎 你知道就好 外面可别去说 这人怕出名 猪怕壮 小七毕竟还是个孩子 就怕他守不住 这还用你说 我都知道 咱们呢 要保护好小七 她这真儿媳妇 我可稀罕了 有件事情我跟大家说 啥事啊 今天卖小龙虾 岳掌柜说了 村里的艾小敏 晚上偷偷去断崖处摘了番茄 独自卖去府城 被秦伟楼东家发现了 岳掌柜的意思是 让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一下村长 艾小敏这行为 不仅损害了酒楼的生意 也损害咱们村里的利益 怎么处理 就看村长他了 什么意思 艾小敏 晚上还偷偷去断崖处 偷摘西红柿 然后卖去府城 是的 他哪来的胆子 而且 晚上 也是有人守着的 怎么可能就被他得逞了 这是因为艾大饼 那晚刚好是艾大饼和村里的老赖头守夜 艾大饼带去了一坛酒 把老赖头灌醉了 直到睡到大早上才醒来 我去 这艾小敏还真是个人才 这样也行 把自己清歌也给算计了 哎 本女人 没有良心可言 简直是个祸害 那你还是现在跑一趟吧 估计村长家也才吃完饭 那我去了 李小琪无事 拿出之前的武功秘笈 暗自练起招式来 大概半个时辰后 艾涵才回来 第二天 李小琪早早就起来做早餐了 当然 煮好的粥里 必须夹点东西才行 否则就浪费李小琪一番苦心了 这次加的是美容碗 整整三颗 全放下去了 很快 一家人都起床了 大家赶紧起床好 吃早饭了 哇 早上有核八蛋 还是糖心的 你看 好好吃的样子 这群吃货 没跑了 大家赶紧吃吧 明天休暮了 连续休暮两天 夫子说的 那明天咱们去山上找好吃的吧 什么好吃的 现在这个季节板栗出了吧 咱们摘板栗去 就是不知道哪里有 你说的板栗就在竹林后面就有几颗 真的 太好了 明天咱们一起去吧 原来媳妇喜欢吃板栗啊 那就明天去吧 现在你们几个赶紧去私塑了 否则要迟到了 知道了娘 娘我们去山上看看 嗯 去吧 不过家里没有背篓了 等你爹回来坐 没关系 不是还有布袋子吗 拿几个布袋子就行了 媳妇 要是愿意等的话 我来编制吧 估计两课中就能编好一个背篓 昨天已经消耗竹面了 只需要编制就行 那行啊 你去编制 我来洗碗 等一会儿就是了 一到四十 上午九点左右 叶寒就编好了两个背篓 媳妇 咱们走吧 好 小妈 走了 主人终于记忆我了 媳妇 咱们拿这么多装的东西去哪儿啊 上山转转去 说不定有意外激喜呢 那走吧 半个时辰后 李小七蛮牛开始意识沟通了 小妈 你现在落后一点 然后从左手方向走去 找到玉米地 就暗示我们 我把空间的玉米地转移一些出来 好 巴布 这附近有比较平坦的地方吗 适合玉米树生长的 有的 左手方向五十米处 李小七听完巴布说的话 就落后夜寒几步 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空间玉米树 移植一些出来 直接顺移到了左手方向五十米处 刚好蛮牛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 真是清洗来的不要太快 媳妇 快点 好 走了一会儿 就听见蛮牛的叫声 是蛮牛在呼唤我吗 赶紧走 好 两人迅速朝着蛮牛叫声处走去 不一会儿 两人就找到了蛮牛 只是蛮牛正在吃玉米 夜寒震惊了 看着眼前的玉米杆子比自己还高 一棵玉米杆就像一棵树一样 有这么高 这么大的玉米杆子 这都成玉米树精了吧 好大的玉米树啊 媳妇 你说的没错 这就是玉米树 啥品种的玉米 能长成这样 管它呢 我先掰一根尝尝 嗯 好甜啊 一寒也赶紧掰一根 包开就咬一口 哎呦妈呀 好香 又香又甜 吃玉米不得了 真大哥 还很好吃 嗯 不过你也吃得太快了吧 我一根还没吃完呢 你两根就解决了 哈哈 媳妇你不嫌弃我能吃就行 媳妇 我先摘了 嗯 李小七这次可不想再像番茄和辣椒那样了 但是明年先把番茄和辣椒普及种植比较好 至于这玉米 李小七还是想移植到自家田地里 等李小七吃完了 也想得差不多了 这次要不是为了找一个借口 也不用花费这功夫 在这深山老林里摘了 蛮牛已经自己招呼上了 直接用嘴咬玉米吃 大概一刻钟 两个贝楼都满了 又把几个布袋子也掰满后 先别掰了吧 看看能不能把玉米树带回去 种到咱们自家田地里去 媳妇 还是你想得周到 不过咱们没带工具啊 这个不好挖上来了 只能下次了吧 直接用手拔一下试试 挺好拔的啊 一拔就出来了 叶涵也徒手上 以为要很大的力气 结果用力过猛 玉米树是拔出来了 人也一屁股蹲坐在地上 相公你是怎么做到的 别提了 立即用大了就这样 这下丢脸丢大法了 还是在自己媳妇面前丢脸 叶涵觉得真的不得劲 太不得劲了 会遭媳妇嫌弃的 两人又继续拔玉米树 连着根部一起拔的那种 尽量保持根须完整 这也才能最大效率的重活 两人很快就拔到了两个贝楼的量 你把它们绑好了 放蓝牛身上 让他背回家 咱们负责背玉米 知道了 媳妇 行了 咱们走吧 嗯 这剩下的不多了 下午交上爹娘再来一趟就够 等到了家 已经是五十钟了 李小琪和叶涵赶紧把玉米树 种到后院去 在叶涵挖坑种植的时候 李小琪去打水了 每次都趁着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加一些空间淋泉水 这样玉米树才能活 摘玉米的时候 叶涵就怕挖回去种不活的 是李小琪打包票说能种活 才挖回来的 李小琪必须保证每一棵都是活的 等叶涵种植好 李小琪也把水浇好了 媳妇 这样真能活 别到手给晒死了 等着吧 过两天就知道了 浇了水的应该没事 行吧 听天由命了 希望这些玉米树都能活 吃饭啦 走吧 吃饭去 嗯 叶涵和李小琪在吃饭的时候 就说了玉米的事儿 所以家里决定下午四人都去上山 把玉米树弄回家 省得碰上那么多极品 等差不多时候 再叫上村里人一起种植 四人拿着工具 带着蛮牛快速地朝山上走去 大概过了半个时辰后 就到了地方 哇塞 这样的玉米地很壮观啊 你不看看这是啥玉米 你说村里也有人种过玉米吧 但是那玉米吃在嘴里啊 和这个香叉甚远了 还是这个好吃 我也吃吃看 好甜啊 真好吃 还有一股特别浓郁的玉米清香味 还混着甜味呢 是很好吃的 上午和小琪也都吃了 等四人吃完后 才开始掰玉米放进被篓里面 很快 四人就掰满了四个被篓 布袋只装了两个 就全部掰完了 当然 那些个小个的玉米还留在树上 毕竟小的还能再长 直接拔树苗 连根拔起 轻轻了拔啊 不要拔等根虚了 知道了 大概过了一个时辰 就把所有的玉米树拔完了 也绑好了 这次是做足了准备的 几人把玉米树全部绑在蛮牛背上 幸好带的绳足够 加上又削制了几根长木棍搭配着绑 否则还真绑不下 小蛮能背得动吗 背不动我就弄一些下来 我们自己背 没事 这点重量难不搞我 只是走路有点别扭 真没事啊 真没事 这点重量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好吧 咱们走慢点 哦 吃个重哪里 后院已经重不下了 啊 中去新房子的后院吧 上次我就给食道出来了 本来啊 也想种一些菜吃的 现在这些玉米不知道种去哪里 要不就先硬硬急 我看行 我去看过了 那些地种这些绰绰有余 说不定还能留出一分地左右 种菜吃呢 后院这么大吗 还别说 自从上次建完房子后 李小气还没进去过 也不知道里面是咋样了 啊 是挺大的 等忙过这阵儿 咱们就计划着买家具吧 后院 有新房住了 哎 瞧瞧这些泼猴样 高兴的都找不到北了 那就赶紧把蛮牛赶去新房子里吧 在那里卸下来 等到了新房子 大家一起给蛮牛松绑 终于全部卸下来 放在了地上 这些地再长一长 雷高一点就可以种植了 直接先挖坑 等下填土地的时候 一起雷高就行 省得弄两趟 嗯 就这样 随后大家一起干活 李小气假装回老房子上茅房 结果却是去火房 把林泉水放缸里 做完这些事情 就又回去新房子里了 二弟 你们负责浇水 提水去老房子的水缸里提 好 说到水呀 我倒是想起 之前风水先生 曲先生说过 咱们这新房子最好挖口井 我想着 确实自己挖口井更方便 那就打口井吧 省得老是去外面调水 那就这么办 等忙过这段时间 就打井 人多力量大 很快 所有的玉米树都种植完成 只有两桶水了 不知道够不够啊 应该差不多 不过 不过 等下要做饭 还是要去挑水回来的 当凉桶水浇完 玉米树也全部浇好了 收拾一下东西 回去了 娘 这玉米挺多的 要留一些种子起来 明年我们自家种 多种植一些 也好拿去卖了 嗯 你说的没错 不过 这还有好几个被篓呢 吃也吃不完 别到时候瞎浪费了 那就多弄点种子吧 把玉米皮剥开 穿成一串一串的 晾在屋檐下 多晾一点 明年种子就多一些 再送一些给小叔家吧 就别拿去卖了 行 听你的 那你做饭 我来弄这个玉米 得挑大哥的 老一点的 留种 村长召集大家 怎么说 本来是要严厂的 把艾小民赶出咱们村 但是 艾尘是酷的撒泼 艾圣达说 愿意把这次 偷卖出去的钱 全部拿回来 并保证 以后不敢了 否则 他以后 也不会替他 这个女儿求情 还让村里人 看在他年轻 被修的份上 原谅他这一次 还有艾大饼和老赖头 也受了惩罚 就是今年卖的 辣椒和番茄的收益 他们两家不能分了 明年的看表现 该 活该 谁叫艾小民 当小偷啊 你说 这谁家姑娘 不得安分守己的 救他 就能瞎折腾 现在小民姐 被村里人恨死了 都知道他当了小偷 以后 肯定门都不敢出 这人啊 人在做 天在看 不是不收 只是时候未到 时候到了 阎王叫他三更死 绝对活不过五更去 好了 打住 咱们不提了啊 今天闹了这一场 感觉吃把令都不香了 我先去到天里转转 这小老头子一个 还多愁善感起来了 早上 彭氏早早起来 做好早餐 就装了半倍老的玉米 送去给叶饶氏家 李小琪早上起晚了 等到起床后 竟然发现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在房间 而且裤子还弄脏了 起来大姨妈了 第一次捆水 咋办啊 李小琪眼睛一亮 赶紧想象 现代的姨妈金 出现在自己面前 而且日用夜用都有 这下就不慌了 赶紧拆开一包 去茅房了 等李小琪从茅房出来 彭氏刚好也回来了 小琪 赶紧洗漱好 吃早饭了 知道了娘 我看咱家到天的稻谷 有些开始黄了 估计过不了多久 就能收稻子了 咱家得请人呢 哥麦子的话 那晒场不够吧 所以新房子 赶紧先整平 然后趁着有时间 咱们多编制一些晒店 到时候 这里晒不下 就晒去新房子里头 前院空间很大 知道了 爹 爹 我们一起帮忙吧 我也来编制晒店 你和大哥教我 那感情好啊 行啊 我也要学 我也要学 行 都学 赶紧吃饭 吃完饭咱们就去编制 刚好上次的大竹 还有好几根 不够用啊 再去砍一些回来 爹 咱们这儿没有晒场吗 有啊 但是到时候肯定不够 全村都要用呢 每家晒场都画好了线的 两家人一个晒场 咱家以前的地都被卖了 后来晒场就让给你小叔一家用了 原来如此 我看着别人家的稻子 又有些开始泛黄了 但是好像没咱家的黄 咱家提早割稻子 还能多请些人 收稻子速度快 嗯 这事还早着 先把晒店和新房子的前院 整平再说 我吃饱了 我去编织晒店了 贝楼暂时不编了 主人 你来了 嗯 饿了没 我吃过东西了 那就好 新房子前院的地 我们都整平的差不多了 你有空就过去过过眼 嗯 知道了 爹 咱们家新房子前院的围墙 我觉得还是矮了 得加高才行 我也觉得矮了点 最好再累高两圈 那就再去运点砖头回来吧 咱们自己干 也累得快 下午我去运砖头吧 你们在家编制晒齐 明天我们累院讲 大哥 明天我们都要去上私塾了 对啊 我们都帮不上忙了 感觉秀木的日子过得好快啊 眨一眨眼就两天没了 可不是啊 每晚睡一觉一眨眼就过了 眨一眨眼可不就是两天没了 今天岳掌柜烧了信 说后天抓龙虾 不过这次不要一下子那么多的量 岳掌柜的意思是 我们家和小叔家两家轮流抓小龙虾 这样小龙虾能延迟一些时日 否则阔不了多久 又没小龙虾了 说的也是 那就先让你小叔家挤吧 咱们先把新房子的水井给打好了 好 那我吃完饭去跟小叔家说一声 到时候抽空去帮一把小叔 嗯 是这个铃 主人 你来了 嗯 饿了没 我吃过东西了 那就好 随后 李小琪就看向田地里 看着一望无际的良田 李小琪突然觉得自己很富足 李小琪转用了一会儿 还是决定把空间的番茄和辣椒熟了 因为番茄一片红彤彤的 成熟的很多 辣椒有些已经很红了 有些就是轻的 李小琪赶紧用意识控制番茄和辣椒 从树上脱离后 顺移去了保鲜房 芝麻已经黄了 李小琪收完番茄和辣椒后 就赶紧收芝麻 李小琪走去玉米地 掰一根 包开就开吃 一边用意识操作玉米 顺移进入保鲜房 当收完玉米后 看着之前移植玉米树出去后 空闲下来的玉米 李小琪想把它们种植上 巴布 这新鲜的玉米粒 能当种子种植在空间吗 可以 在空间一样能成活 那就好 李小琪不吃了 赶紧把手里还没有啃完的玉米脱离 她又去多摘了一些 意识控制脱离 真是又快又好 李小琪很快把脱离下来的玉米 种植到土里去 等忙完这些 李小琪头也不晕 看来精神意识力好像增加了一些 巴布 那些收获的粮食和番茄之类的 我现在全部卖了 可以的 主人 随后操控着两个保鲜房里面 之前的全部收获 包括刚收获的番茄 辣椒和芝麻等 一起卖给了系统 恭喜主人 卖了所有的存储收获 奖励积分若干 还有个特别的礼品 什么礼品 李小琪话音刚落 面前就出现了一个大礼盒 李小琪赶忙惊喜地拆开礼盒 一看 又是盒中盒 大礼盒里面有三个小礼盒 李小琪随手拿出一个 拆开看 竟然是花生 竟然是花生 花生 吸口给我花生干嘛 巴布 这是你做的药吧 奖励花生给我 主人 你这里没有花生 你把花生种植了 以后就可以榨油了 然后推广出来 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 对吧 行吧 我看看另外一个 李小琪拿出礼盒中的东西 左看右看 不知道是啥 赶忙把礼盒反过来看看 竟然写着 速干器 速干器是什么东西啊 就一个现代豆浆机一般的大小 能干什么 主人 这速干器用处可大了 它能让东西直接变干 变干后的样子 就跟太阳自然晒干的一样 而且有两个档位 半干档和干透档 真的 那我要试试 李小琪 给我留两个玉米 好的主人 李小琪直接走去拿过两根玉米 按着八步提示操作 两根玉米经过速干器一扫 亮光一闪 竟然真的瞬间变干了 真是个好东西 这个可以无限制使用吗 当然 还能大面积使用 只要扫一下就行 那太好了 过段时间刚好割稻子 用这个刚好合适 都省得晒了 这个礼物 李小琪喜欢 赶紧又拆开另外一个礼盒 拆开一看 竟然是一张纸 李小琪翻过一看 竟然写着 奖励良母良田 得 咱是种甜的 要的就是甜 刚好可以种花生 李小琪想着 什么时候去山上 挖一些野菜回来种 还有家里的空心菜 蒜苗等 他把花生种子 全部种下去了 刚好种植了一亩地 剩下的一亩地 就等着他挖野菜回来 李小琪觉得差不多了 就赶紧出了空间 李小琪想去山上打猎 最好多弄点肉回来 过不了多久 家里就要割稻子了 请的人多 肉食需要的也多 于是叶寒 李小琪两人都去山上了 当然 上山怎么能少了蛮牛呢 所以蛮牛也跟上 这次上山主要目的 就是狩猎 猎物越多越好 两人去看了一下 之前设置的陷阱处 前面两个陷阱 竟然一个落网之物都没有 两人一牛 只好朝深山去了 八部 开始扫描 只要有猎物就汇报给我 好的 主人 主人 前方三十米处 有野鸡 李小琪和叶寒 继续朝前走 刚好这个方向 就是八部说的方向 果然 很快叶寒就听到了 野鸡的声音 媳妇 有野鸡 你在这等着 嗯 叶寒拿出弓箭 瞄准射击 动作咸音流水 离气呵成 叶寒跑过去捡起野鸡 拔出剑齿 把野鸡放进被篓 两人就继续朝前走 主人 左手方向五十米 有野鹿 去哪 嗯 媳妇 你有发现 嗯 不太确定 你跟我去前面看看 八部 你是不是扫描错了 主人 绝对不会错的 就在这里 你后面的草丛里 它是趴着的 哦 难怪 敢忙往身后找去 一层一层扒开草丛 还真让它找到了 只是这只野鹿受伤了 并且肚子很大 好像还怀孕了 李小琪扭头 看了一寒在另一边找 赶紧用意识控制野鹿 安静地不许动 保持圆状态 然后李小琪走到野鹿身边 用灵泉水 帮野鹿清洗了伤口后 意识控制 快速恢复伤口 野鹿的伤口 瞬间就恢复了 野鹿惊吓中 又惊呆了 感觉这人类很了不起 而且还救了自己 你赶紧走吧 你怀孕了 我就不抓你了 相公 有发现没 没有 咱们再朝里面走走 嗯 李小琪话刚落 就听见身后有声音 叶寒也听见了 以为是什么猎物 两人赶紧转身戒备 叶寒惊喜地发现 竟然是一头野鹿 李小琪惊讶地发现 竟然是之前那头 受伤的野鹿 叶寒准备拿起弓箭 来个近距离射击 相公 放了他吧 他是一头母鹿 而且怀孕了 你看他肚子 还真是 你不说 我都没发现 母鹿 你赶紧走吧 我们不杀你 赶紧走 两人转身就走 走了一段距离 发现母鹿竟然没有离去 反而跟在 叶寒和李小琪两人后面 叶寒疑惑了 李小琪也疑惑了 两人停下脚步 看着母鹿 母鹿叫了两声 可是叶寒和李小琪 又不懂动物的语言 听不懂啊 你的意思是 要跟着我们 母鹿没反应 若你想要跟着我们 就点几下头 他这是要跟着我们的意思 好像是 主人 野鹿的意思 就是要跟你回家 以后他都跟着你了 真的 你听得懂野鹿讲话 听懂啊 他前面叫了两声 就是说要跟着你了 蛮牛看了一眼野鹿 要不是看在他怀孕 要生子的份上 就算再用眼神求情 他也不会跟主人讲的 这野鹿 倒是机灵的很 行吧 我再问问 你想跟我们回去 行吧 那就跟着吧 跟在我们后面 李小琪觉得这野鹿 肯定也是要成精的了 否则就用灵泉水 帮他恢复一下伤口 就要跟着他 是几个意思 媳妇 这野鹿就这么跟着咱们 合适吗 他自己要跟着的 我有什么办法 先这么着吧 咱们先猎其他的动物 行吧 两人又继续往前走 大概两个钟后 叶寒听见前面有动静 以为是啥大猎物 两人慢慢往前移动 一脸戒备和警惕 当看见不是猎物 而是一个人以后 两人脸上都露出惊讶 竟然是人 咱们去看看 喂 醒醒 你是谁啊 救我 以后我会报答你们 叶寒有点慌 这人还活着 那就得救吧 只是不知道媳妇咋想的 救你们 救我 先弄回去吧 相狗你去做一个木筏 把这男人拖回去再说 我现在就去 叶寒朝之前走来的路上 砍树和藤蔓去了 雷小琪趁着叶寒不在 从空间摘了一片玉米叶 折成漏斗状 装满灵泉水 雷小琪一脸嫌弃的 捏着男人的嘴巴 使得嘴巴尽量张开 为他喝灵泉水 为了三次后就停手了 刚好叶寒这时 把做好的木筏拖过来了 两人把他抬上木筏 叶寒准备直接拖着下山了 慢着 还是弄到蛮牛背上去吧 这一路下山 怕造成二次伤害 媳妇说的有道理 那我再弄一些藤蔓来 把这个木筏一起绑在蛮牛身上 省得掉下来 那就真的玩完了 现在这是在玩吗 玩命啊 就这个人不知道是福是祸 就怕给家里遭来灾难 还是尽快离开这里为妙 大哥 大嫂 是你们吗 是我们 我们回来了 快进来吧 黑灯瞎火走了一路 你们没事吧 没事儿爹 咱们先进去再说 这 这才还扶着一个人呢 爹 这事说来话长 只是救人一命 胜造气急浮屠嘛 我们还是先救人看看 等一下再跟你解释 凯子 你先去睡觉吧 明天还要上私塾呢 这里的事你别管了 知道了爹 我去打水来 你帮他擦一擦 你俩还没吃饭呢 要不 你俩先去吃饭 我来帮他擦吧 不急一时 救人重要 他胸口受了伤 要及时医治才行 娘 你把油灯点过去之后 就帮我把这个药草煮水 三碗水熬成一碗的量就行 回来的路上 李小七可是问过八部的 看见几种合适的就带着 做做样子 这样才好把灰负担给他扶下 否则莫名其妙就好了 肯定要被怀疑的 好 交给我吧 李小七回了自己房间 拿了一颗灰负担 媳妇 是刀伤 暂时没伤到心脏 不过身上的伤口太多了 伤得挺重的 怎么办 叶涵有点慌 这人不会是亡命之徒吧 那自家可就麻烦大了 没事 娘在煎药了 你还懂药理 不懂 只不过刚好拿几种草药 我知道是抗菌消炎的 有些有真血功能 这样搭配不就可以了 这样啊 难怪回来的时候 媳妇几次停下来拔草 估计就是拔草药了 赶紧吃饭 饭菜都在桌子上 嗯 娘 你和爹先去休息吧 等一下我把药给相公 相公喂他喝完就行了 我们很快也会去睡觉的 能行吗 行的 你们去吧 那好 媳妇我来吧 嗯 粥吃了吗 吃了 我还忘记拿过来了 在这儿 多谢小娘子救命之恩呢 一点小事不足挂齿 不过 等你伤好了之后 希望你尽快离开 我知道的 谢谢你们的收留 与救命之恩 没什么事情 你就不要出来吧 就在这个房间里面 没事多休息 对你的伤口恢复有好处 谢谢 谢志看着李小七走了的背影 感觉这小娘子不简单 她肯定看出了点什么 对自己的身份有所怀疑 我媳妇就是这样 比较心识口快 你别在意 没事 小娘子是真性情的人 能理解 我也确实打扰到你们了 我会尽快回复的 想到自己堂堂一名大将军 现在这不田地 也实属无奈 若不是这两个好心人 估计这次就交代在这里了 李小七也是豁出去了 为了救个人 把空间恢复单 都拿出来给她用了 虽然恢复单很多 但就怕这救的人不值得呀 李小七快速洗好碗筷 就去整理之前 晒的番茄种子和辣椒了 做完这些 李小七觉得没啥事情干了 就在院子里 练天门太极的招式 叶涵走出来 看见李小七在练功 而且姿势还挺漂亮 有点又洒又美的感觉 叶涵觉得自家媳妇 真的越长越漂亮了 皮肤变白了 弯月眉 性人眼 漂亮又可爱 啊 你吓我一跳 站我后面多久了 媳妇 没多久 就看你练了两三招 那看出什么名堂来没有 嗯 有点轻飘飘的感觉 轻飘飘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吧 看着挺漂亮的 姿势美身段美 人也美 但是真的打架的时候啊 估计就不顶用了 什么 你竟然觉得我练的是花拳绣腿 闹着玩的呢 我很认真练的好不好 媳妇 我错了 媳妇练的挺好的 我可不是为了让你夸我 我自己知道有不足之处 但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把我精髓啊 两位恩公若是不嫌弃 以后等我恢复了 有空可以帮你们看看 说不定我能看出点名堂来 谢知睡不着 听着两位恩公的讲话 觉得甚是有趣 你会 在下又是习武 略知皮毛而已 谢大哥千许了 一看你就知道是习武之人 等你恢复了 有空咱们再说 好说 好说 这时 彭氏为小龙虾回来了 叶一鸣也回来了 谢知刚好困了 就先回库房床上睡觉了 哎呦 早上起来我就看见这只野鹿了 因为赶时间就没有仔细看 现在一看 这野鹿竟然是怀着运的母鹿 昨晚回来的太晚了 就没有和你们细说 这野鹿啊 是自愿跟咱们回家的 所以就带着了 以后当个家畜养吧 嗯 我们知道 看着这母鹿 别提多兴奋了 昨晚我竟然没发现 不过 这牛棚看着有点小了 那这样吧 咱们现在就给野鹿弄个窝 反正他后面要生胆的 干脆单独给他弄一个鹿旁得了 我看行 那大家赶紧行动吧 魏石出 村里的铜锣骨响起来了 去晒场集合 知道了 爹 叶寒应完后 转身去库房 告诉谢志外面无论是谁喊 都不能应声 不能让别人发现 他在他们家养伤的事情 你带那个干啥呀 肯定不是发番茄和辣椒 带了也没用 谁知道呢 突然就召集全村人 肯定有大事 别说话了 赶紧走吧 这老婆子 既然很快就到了晒场 这时 晒场已经很多人了 村民们 上次爱小米 偷番茄去府城卖的事 咱们之前在祠堂已经开过一次会了 也跟大家说清楚了 今天啊 召集大家是因为 爱小米把钱都交上来了 叫大家来啊 就是分银子的事 听说卖了很多银子呢 村长真好 刚拿到钱就召集大家分银子了 我可是看着爱小米拿银子去村长家的 算他实相 知道早点给村长银子 安静 安静 爱小米虽然犯过错 但是也做出了弥补的措施 受了相应的惩罚 以后此事就接过 不需要再提了 也给年轻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现在啊 还是每家派一人排队 叶寒 牛柱子 你们两个人上来发银子 我来登记 还有 在这里说明一下 爱小米交上来的银子 一共有1262两 上次还余下18两未分 刚好啊 就是1280两银子 除去老赖头和爱胜达两家 咱们村剩余128户人家 刚好啊 一家十两银子 想要分钱的 赶紧排队 马上发钱了 银子有人守着 牛柱子数到十两银子后 递给叶寒 叶寒确认后 再发给村里人 这样银子就不会错了 整个晒场都非常热闹 大家拿着银子就欢声笑语 别提多开心了 没排上队的人 就坐在树荫下 看着自家人排队 或者领钱 心里也跟喝了蜜似的 非常甜 毕竟有钱才能买肉吃 有钱才能吃饱饭 有钱才能给孩子 买新衣裳穿 有钱才能把自家小子 也送去私塾读几年书 等银子全部发完 村里人该领银子的 都领到了 晒场上也就散了 整个大洋村 一派祥和之光 当然 除了爱胜达家 和老赖头家 你说你为啥要喝那 骚尿酒 不喝会死啊 哎呀 这下好了吧 银子都喝没了 你赔我银子 你赔我银子 哎呀哎呀 别打了 你以为我想啊 我难道不想要银子啊 这不都是 爱大饼那个作死了 特意拿酒诱惑我 把我灌醉了 好让他们做贼啊 我要是知道 我早就告诉村长了 还等着呢 要怪就怪爱大饼 咱们找爱大饼算账去 你说的没错 走 咱们去爱胜达家去 我要找爱小米 那个小娘皮子算账 要不是他偷番茄 咱家至于分不着银子吗 走 小米啊 经此一事 我希望 你能懂得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道理 这次的事情还能补过 咱们重新做人 没什么大不了的 谁年轻的时候 不犯点错呀 知错能改 才是最好的 你可懂爹的意思 爹 叶寒哥他们家不说 谁知道 肯定是李小七 那个小娘皮教唆的 叶寒哥家 才会去告诉村长 若是你名玩不灵 你就不是我爱圣达的女儿 咱们家虽然穷 但穷得有骨气 从不偷 从不抢 若不是看在你是女儿身 又是从小宠着你的份 我早就打断你的腿了 还能让你在这使劲蹦的 别发火 别发火 小米 你还不好好认罪 别摸了 这女儿从小就被你惯坏了 你看现在是个什么德行 简直丢人现眼 这件事情还没有说清楚 门口已经传来啪啪的敲门声了 谁呀 大家看 这爱城市在家干啥 见不得人的事呢 大白天的竟然关着院门 不让人进 你们说奇怪不奇怪 再不开门 我就用脚踹了 拍什么拍 我家关院门碍你事了 你没事少来我家 再敢张嘴胡咧咧 调心我拿剪刀把你嘴巴剪烂了 你当我愿意来你家 要不是你家爱大饼 把我家老赖头灌醉了 导致爱小米偷走了番茄 连累了我家分不着银子 你当我爱来你家呀 拿银子来 你做白日梦呢 还是现在没睡醒啊 我为啥要跟你银子 你也说了 你家老赖头喝了我家的酒了 那可是整整一坛的烧刀子 我还没找你要酒钱呢 还钱来 你现在在做梦呢吧 美的你 还酒钱 我家老赖头来你家拿酒喝了 没有吧 是你家爱小米 想要做贼发财呢 搜咏他哥给我家老赖头灌酒 否则 之前当职的时候 怎么没事 跟你家爱大饼当职就出事了 这不就是你家算计好的吗 我告诉你 你家要是今天 不拿出十两银子来 休想我走 我和老赖头以后就在你家吃 你家喝 你家睡了 还有我家小赖头也来 就你这泼妇 我们都不让你进 你想咋店 我想咋的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想咋的 你竟然敢打我 我跟你拼了 爱陈氏还没说完 就上手扯老赖头媳妇的头发了 头发扯下了一撮 还跟你拼了 老赖头婆娘看见自己本来就没多少的头发 被爱陈氏拔下一撮 那可是要了她老命了 两只手不停地抓拳头 往爱陈氏身上揍 我就是在这条路往爱陈氏的头发